广东季后赛即时雨 杜丰33分战神正式归位 朱芳雨签约立功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广东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广东队的一个战神 正式归位的一个重大好消息 众所周知 在最新落下帷幕比赛当中 广东队迎来浙江队的巅峰对决 这场比赛广东队最终是以一分的优势 战胜的对手可以说运气是相当好的 回顾本场比赛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说像苏伟真凡日的那些球员的话 整体表现并不是特别亮眼 而且甚至遭到很多球迷的批评 但是与此同时 我觉得本场比赛除了说广东队获胜是惊喜之外的话 他们还收获了另外一个惊喜 就是迎来33分钟战神来度的回归 本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了 莱多出场24分钟的投篮15中期 3分8中5 罚球4中4 最终是拿下23分 三个篮板 一个助攻 两个强断 仅仅出现一次失误 所以可以说这种效率 这种得分数 真的是相当不错 而且表现是相当高效的 也难怪很多球迷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对莱多的整体表现是刮目相看 在这场比赛 威姆斯还完全没有机会上场的情况之下呢 莱多基本上一个人撑起了全场广龙队外援的分数 用自己的实力呢 彻底打派了浙江队这个强大的对手 而莱多这次之所以说能够给球迷这么多的惊喜的话 其实恰恰是因为他此前的成绩太过于糟糕了 我们知道在此前呢 莱多曾经加盟北控的时候 是曾经一场比赛能够砍下33分 得分数是相当不错 所以当时的很多球迷都期待 他能够给广龙队带来更好的成绩 但是啊在他进入球队打了实际场比赛里面 在常规赛的表现真的是一塌糊涂 很多球迷甚至嘲讽这个莱多呢 是蔡多意思是能力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进入季后赛之后呢 很多球迷也并不看好莱多的一个表现 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会整个球队的累赘 甚至会拖整个广龙队的后腿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进入季后赛第一场比赛开始呢 莱多其实像是彻底换了一个人 彻底被激活和之前的常规赛的表现不一样 那么目前呢他变得更加主动 而且在篮下呢也是敢于去出丑得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莱多的他的整个大杀气呢 被彻底激活 他的表现呢完完全全呢 能够媲美其他球队的一个很优秀的外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莱多呢不仅不是一个累赘 不是一个拖后腿般的存在 反倒是战神归位 而且呢成为了广东队另外一个非常有优秀 有能力的一个得力外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也真的要恭喜一下朱芳宇了 那么作为一个签约老总呢 这一次真的是立了大功了 本身他以为呢得来了一个很糟糕的外援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呢 给了广东队给了所有球迷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 只要之后呢 莱多这个状态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啊 他们能够去争夺四连冠 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因为本来大家以为呢 如果说靠着威姆斯一个人在扛的话 可能已经很难再像上个赛季一样的 去展现奇迹了 毕竟呢上个赛季和本赛季不一样 本赛季呢涌现了很多的黑马球队 像广萨浙江上海等等一些球队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那么广东队如果说仅靠着威姆斯一个人呢 是很难再拿到这个总冠军 但现在呢莱多突然说涌现的出来 表现非常不错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靠着双外援护航呢 广东队在后续的争冠过程当中 无疑是拥有了双城保障 甚至之后呢 整个夺冠的实力大阵的话 对他们后续的真诚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真的不得不感叹一下 那么广东队除了运气好之外的话 那么他们这边的高层呢 也确实是会言诗人 那么在别人不要的一些球员或者外援呢 到了广东队往往能够开发出他的潜能 而且呢 很小的价钱却能够发挥很大的功劳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期待一下广东队在后续的一个比赛真诚 相信会给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